这两天天天和中南海下水道的一帮吃肉滴沟油 操心中南海的人开一个国际电话会议 国际网络会议 然后基本上把中国国内的一个情况 就给弄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跟大家扯吧 因为习包子至今没有指定接班人 所以中国国内的政治的趋势是非常的不明朗的 完全是暗箱操作 所有人都认为习主席会连任 但是共产党又说任气制 打破干部终身制 是共产党这些年代最大的政治的成果 是吧 你仔细想想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 从邓小平把华国锋搞倒以来 一直到现在共产党里面有一件事情 如果只有一件事情的话 事实上也只有一件事情 做得稍微比以前强一丢丢的事情 就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打破了干部终身制 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 还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 胡锦涛肯定是了 都是到点就退 即便你不退 你也得要变相的要退 你不能够把这个民面上的那个东西 你给破坏了 这不行啊 邓小平你可以做军委主席 你可以当太上皇 你可以锤炼亲政 但是你面上的这个系一定要做足 江泽民你可以这个什么那个谁啊 不想退 你可以做军委主席 你可以在军伯建立一个你的军委的办公室 没问题 但是你面上你一定要把权力交给胡锦涛 大家都这样啊 就是你如果是在面子上你都没做足的话 你的就叫做什么就是合法性吧 这个合法的法要打引号啊 就是你的对中共的规则的这个维护方面 你就是维护方面啊 你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的 就失去了你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了 那你就成为众矢之敌了 知道吧 没有人会这么傻 习主席呢 习包子也没也没这么傻 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啊 你要知道习主席为什么他们说习包子为什么不愿意这样搞呢 为什么说这个不愿意指定接班人呢 说是过去就是因为指定接班人 给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的权力的这个传递啊 带来巨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是谁造成的呀 是他妈的是邓小平造成的 是不是 你邓小平当时如果不格代指定接班人 那就没有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的全斗 是不是斗的是刀光剑 也真是杀鸡四起 杀身震天响 你说是不是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江泽民干政的话 只要胡锦涛的话 那就没有说之后的说什么突然习近平这个人要跳出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两个人要干掉 一个是孙政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胡春华 胡春华是没有干掉了 但是胡春华基本上是不可能 你接什么党的总书记 就是中国的元首这个位置了 所以他心里也明白 孙政才进去了 因为孙政才比较张扬 说这个胡锦涛 他们也想说学这个江泽民搞这个格代指令 就指定了这个江泽民 培养接班人吧 也不叫格代指令啊 培养胡春华和孙政才 这两个人结果被细胞署给干倒了 然后就直接没人了 就这种这个叫做什么格代指令 或者是事先规定的这种路子 让有些个人成为众矢之敌 非常的麻烦 大家都紧紧的锁定这几个人 那中国有句老话叫木修于林嘛 风鼻催之 你所有人都知道啊 你胡锦涛一定要当总书记的啊 你还早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邓小平说的 或者大家都知道李克强要当总书记 结果冒了个新品把你给品下去了 是不是 那所有人都知道 你胡锦涛你要接总书记 然后完了孙政才你要做总理 结果孙政才就就被给收拾到秦晨去了 是吧 完了以后胡锦涛也就嗝了 也老实了 这种东西没意思 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啊 没有必要 事前就让人知道这不是民主 这不是全过程民主 哎明白的意思了吧 土工中国不是发明那个新词吗 叫全过程民主吗 是不是 那接下来到底怎么这个动向呢 哎 说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明白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胡锦涛 现在和习近平还在联手 明白吧 就是他们俩还在紧紧的就同穿一套裤子 包成一团 那对付的是谁呢 对付的是老江的人嘛 就是胡派和这个习派联手继续挑战 或者或者叫做收拾 不叫挑战了啊 收拾江派 因为江派做了13年的中国的太阳皇啊 中国的这个皇上啊 他这个所有人都是他的人 必须要把他干掉 你知道吗 哎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解释的啊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啊 你能看到大量的官员倒台 都是江派的人啊 即便是胡锦涛下面有那么几个人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这个令计划 其实他也是江派的人 他也是跟江派的 他帮孙子跟周永康混在一块的 是不是是暗中搞搞事 没把这个胡锦涛放在眼里 否则胡锦涛为什么不保他呢 是不是 胡锦涛为什么保李源潮不保令计划呢 这个说明这个令计划早就出卖了胡锦涛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把江派的人搞掉 所以二十大啊 最大的工作就是彻底的把江派的 所有的这个坏分子全部赶出政治圈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继续联手啊 哎呀 这也可以解释的啊 胡锦涛其实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江泽民的实力 就是江泽民 因为他好不容易当了总书记 暖全力都没有啊 活活的就被这个什么啊 江泽民控制的就跟孙子似的 一直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才 借助习近平上来的势力搞了一把 是不是天才之座 胡锦涛这个人绝对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 真的是谁都没想到他要退休了 突然决定我啥都不要了 我全部交给习近平 习近平感动的热泪盈眶 你知道吗 本来习近平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提出的人马 但是也许是心理学吧 他们说就是他们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 从来就不喜欢江泽民 说他他妈的就是就是一个戏子 不喜欢这种人 所以有很多照片也看出来 说习近平瞇着一个小蜜蜂眼 看着跟江泽民说你这个老杂种 你怎么还不死呢 是不是看不起他 所以说胡锦涛成功的利用了习近平的这种心理 然后加上一口气交权 然后就把就形成了一个 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这么一个联盟 完了以后就专门对付这个江泽民 然后那二十大的时候成功的要锁定胜局 所以现在还没完呢 是不是 从人事方面基本上就是说习近平呢 也做了一些个妥协 做了妥协 因为他知道自己一个人 如果说真的是像这个毛泽东一样 继续当皇上的话 这个东西啊 他自己就完了 他自己就基本上就全世界啊 就跟普京一样的了 是吧 普京为什么招人反呢 是不是 普京就是因为你 你再怎么有你啊 你再怎么分析怎么有你 你再怎么与生存政府 与白左对抗 但是你呀 在俄罗斯 你一干就说二十年 这个独裁这个现象 你是无法回避的吧 这是事实吧 一头猝都看得见 是不是 你都什么年代 你一个人搞这么久干嘛 呢 至于吗 是不是 那你跟朝鲜的人 跟伊朗人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 你还不如中国呢 中国至少面子上 你倒是要退休呢 是不是 没有道理呢 是不是 说习宝子呢 也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风险 政治风险太大 也做了一个妥协 妥协什么呢 国家主席肯定他要干的 所以下二十大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排第一的人 就变了 以后如果念这个中共的文件的话 一定是还是要说在习近平同志的 这个什么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一定是要念这个词的 所以中共以后的领导人的排序 就一般意义上 如果他退休了 应该是新上来的人 排第一 他排第二 是不是 以前这个胡锦涛上来以后 就是胡锦涛 然后江泽民 是吧 江泽民排第二 是不是 以后二十大以后 依然是习近平排第一 但是他是国家主席 就是中国会成功的 习近平呢 会过渡到主席制 而不是总书记制 明白吧 哎 说这个东西 他就因为他修宪嘛 修宪这个东西 你总归要好不容易修了以后 你都不用它 你没有意思了 是不是 然后总书记那是汪洋 总书记这个东西呢 这个权力被缩小 权力被缩小 这不是 是不是中共的体制变的 不是 他说是 这就是习近平的妥协 说要把这个权力 稍微分散一下 是不是 他自己搞的时候不分散 别人搞的时候 他分散一下 可以这么解释 人就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然后李克强呢 也基本上是靠谱了 李克强做什么呢 李克强做人大委员的 人大 人大的委员长 就这么一个套路 这三个人基本上 其他的就是都是 都是习包子的人了 全部是习包子的人 然后一共七个人 汪洋和李克强 其他的全部都是习包子 习包子总书记 做国家主席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 说胡锦涛也认可这个局面 说这个局面甚好 为什么呢 因为权力被分散 没有人是一个人说了算 习主席仍然是在农椅上面 国家主席 就是相当于总统 是不是 那他说这种体制 跟国外的有些国家的 这个叫什么 叫体制设计 也是有一点联系的 比如德国 德国也是有总统的 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有总统的 是不是 日本 日本是有天皇的 英国 英国是有女王的 就是他处在这么一个位置 是吧 你说总统的权力应该最大吗 但是在以色列首相的权力最大 总理的权力最大 德国也是总理的权力最大 日本是首相的权力最大 是不是 这个东西 它有利于分散 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形象 说习主席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 作为国家的形象 由于他是红二代 由于他要 就这种身份吧 就感觉到中国只要习主席 在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面 中国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特别色的社会主义中国 就特别的特别的靠谱 你说你在 你在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这个位置上 你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别的人 比如放一江泽民 那不靠谱 江泽民又不是红二代 他又不是红一代 毛泽东他们那的人 干出来的人 是不是 那不靠谱 胡锦涛也不行 也没有这个资质 一定要是个红二代 就停留在这个位置 说以后啊 这个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只能有这个 有血缘关系的红色血液的人 来做 你凡是像什么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 什么李克强 什么什么 这些人都不行 因为你的血液不行 这个地方一定要夯实清楚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所有的江派的人 本来现在中共的常委里面 政治局里面江派的人 已经不太多了 但是还是有 就比如韩正肯定走了 比如其他的一些人都走了 都不行 全部给干掉 江派的人一个都不留 现在基本上就构成这么一个格局 我觉得这种分析是比较靠谱的 也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 习近平因为他权力薰天 你给他一个国家主席当当 然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 作为共产红色中国万年长的 这么一个标志 有它的象征意义 完了以后改革派来干活 关键时候 习主席可以一掌拍死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